明日报道陪你大佬 大家好我是小趴 就在昨天小趴生了20张 咖喱弟弟生了19张 同时呢 昨天是辐射高效的最后一天 但是呢 由于小趴的原因 咖喱弟弟本来是稳稳的黄金骑士 被我搞成了一个白银骑士 唉 于是咖喱就让我来黎明区挨打 我能按什么打 我测试没有20张的 我还怕你一个19张的是吧 嗯 嗯 这啥情况 两盆子我就没了 不仅是我惊讶 咖喱也是直接打出了黑人位号 这什么伤害呀 后面咖喱就拿着他的小手枪 打了我几下 一枪493 519 553 553 785 这到底是什么鬼伤害 19张的小手枪吗 这是 来来来 小趴也试试伤害 喷他 一喷 两喷 哎 他19张的打我20张的 两喷了 我20张的打他19张的 三喷了 这没道理啊 这 辐射高效的奖励呢 已经发下来了 黄金骑士礼盒 天全星 腾飞 赛季家具 7件都拿到手了 这里小趴就稍微吐吐一下这个背包 这可能是辐射高效到现在以来最好看的一件背包了吧 好 咱们开一下这个宝箱 结果 他们要开出了一个定制工坊 哎 这玩意儿啊 谁要呀 但是 这次辐射的高 不是 辐射高效的加剧 应该来说是历节以来最好的一次 因为 居然有动态雪花特效 真的太良心了 这次辈子 就是几个事吗 是宝贝 ���放在那边 如果这一位 Fold这个 带就像这一位 幺度 做这位 像这一位 攻击 那还要 就像这一位 这位 那绝 Leonard 和棍和重判的银毒 好 不理解